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也講到很多關於法治 或者梁愛斯本身如何回應 但我想市民最關心的是 例如10月立法會上任 下星期梁振英就會來立法會 究竟我們如何好好招待梁振英 梁振英無法招待 他只是說不准問 不准問的嗎 他說我沒空給人回答 我明天說了 我說不要緊 你那天沒空就來 說你沒空回答 你梁振英有甚麼這麼忙 基本法你給我們監察 是一定要做的 你跟汪洋吃飯 就不是一定要做的 你夾夠送給汪洋 不是一定要做的 是不是 大哥 你要分清楚 你不是汪洋的妾事 不要陪他吃飯 是不是 你要分清楚 當然你說一般情理上 汪洋是廣東省委書記 維高權重 要見他明白 或者說 談些粵港之間的事 明白 但是你去私會做甚麼 你私會怎麼知道 你兩個大男人 搞事 你又不知道 但是明框框 你應該根據《基本法》 要接受立法會的監察 是吧 你說完之後 說沒空就算了 我算你沒禮貌 他說真的沒遇到時間 那你以後來可以嗎 你有甚麼這麼忙 是不是又想佔建 是不是想賣屋 說來做甚麼 說來講去 就是等於一個會計 告訴大家 喂 我沒有辦法計算 尋寶想問 以往曾鵑權 或者董建華 是不是說完之後 即走 不是一定的 他看他引用哪一條 即我們立法會裡面的議事規程 規程裡面哪一條 用哪一條選哪一個 有些是宣佈都可以的 但是老實講 剛剛七十個目嘴上學 那你的訓獄主任來講話 那一條就走 那我有些人不明白 你那間為什麼這麼臭 那你講一下 膳食為什麼這麼差 喂 你七人講話 喂 那你有甚麼理由 你這個訓獄主任 你講話 你在外面做訓獄主任 都要打柴 是不是 即是沒有的 即是無恥就是這樣 你這麼不得閒 我問你的良心 你有甚麼不得閒 有甚麼不得閒 有甚麼這麼多事情去做 是不是很簡單 有甚麼不忘 我看你之後有甚麼不忘 很簡單 我們跟他的關係 就是我們監察他 即是你的監察者 即是半個上司 你可以說我沒有空 我未稱你也算你救運 所以說自己要多餘 一個千二人選出來的特首 這麼大拳 這麼大支 當我們的立法會是傻的 是嗎 即是等一個 你玩女人那些男人 在三奶那裡吃飯 哎呀 那些湯才好喝 不過今晚我沒有空留在這裏 你點藏點藏就算了 我要走了 我養了四奶 喂哥 你講問你 四奶他不敢說 我這樣要做 我們是袁佩夫人 你一定要 是嗎 是有一個 有一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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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 你不是人 所以說 那些柴狗怎麼拆 拆不住 是嗎 所以你說 長毛請了我上去做向左網 一定可以 不被人回答 沒有所謂 即是 你說出來也 笑死人 即是我周時問那些 司局長 他說沒有空 你那個 預算我看 是 你那個預算我看 你做甚麼 為甚麼沒有空 即是只有葉偉明競選 他幾次那些老人家 不來 我就問他 他說 喂 你說你沒有空 你那天做甚麼 你給我預算我看看 我經常問學生 喂你不記得見我 給我時間給我看 去那邊 打雞 玩iPad 喂 即是 你是要這樣做的 為甚麼這麽翻蠻 你不可以叫特首 我哥哥不是叫特首 我不是叫雞 是嗎 我不是說雞是特首 是因為他要來給我們問 是嗎 你說完 喂 喂 我大肆是說我口哄哄 是嗎 我會離開香港 喂 我問你為何要離開香港 是嗎 我會搞劏房 是嗎 我會搞劏房 是嗎 是嗎 那你沒有辦法 即是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一回事 你說我們在這個立法會 他仿佛了一個寶寶 一個記載 個個都希望親近特首 他回來坐一坐 他怕說沒有空 不好意思 各位姑娘 我今天沒有空 我要走了 是嗎 是嗎 真的 是嗎 真的 沒有辦法 那班 紅牌阿菇 又真的沒有辦法 大佬 是靠他吃飯 但紅牌阿菇 可能是很不喜歡他 不過沒有辦法 指定上面 他現在說不來 就跟他解釋 來也解釋到 你看我們特首多好 特單抽時間 天上有地下沒有 如果不來 哎呀 特首沒有時間 你們不要這樣 長毛 這次校公三千佳麗 今晚黃大闖恨我 是呀 真的 我覺得真的非常可悲 搞到這樣 都是切字 你搞什麼 這麼多人要回答 你到底切不切 又要回答 切不切那個國民課 他只是撤回那個指引 這個又要回答 所以他真的聰明 切見就說明下次要問他 再問他 再問他 還有劏房 他說過 他周身屎 臭崩崩 他真的不怕問他 你不問我 他都是國王的新衣 我們說 哇 特首你穿臭崩崩的屎衫來做什麼 那些說很香 古龍水香味 都搞不定 我一開聲就說他臭崩崩的 所以他就馬上走 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又選中了 選不中你們 就沒什麼 說起來好笑 反正還有幾分鐘 這個民主黨又好笑 劉慧卿就說 喂 我是改了 但有沒有錯 看看怎樣 看看選舉 那個民主黨 雖然還沒知道 說一劈 文雅之說一敗塗地 是不是 你輸了這麼多 你叫永達就頂了 我地位工作做得不好 那我 我常常有什麼地位工作 你說有沒有 沒有 蛇齋餅種 羊羊羊沒有 有沒有 這樣就預約沒有 有沒有 走到選區那裏 為何拿到那些票 你說什麼 整個為自己 當年2010年的錯誤決定 在做掩飾 初頭輸得嚴重 那頭就說 我們檢討一下 可能當時也有些錯 我們以後 如果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會搞一個民間民調來做 又是說話 人家說全民公投 然後他又民間民調 說好了 現在最後逃窮被現 就說 我們應該是沒有錯的 當時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何俊仁發明了一個 天下無敵 這個超級區議會 一個人辭職就五區公投 那我算是 以前是當長毛不對 現在你怎麼做 他現在講一講不到 他都不會做的 因為 你怎麼對得住香港人 現在一人 一人辭職 萬方投票你都不用 以前就五人辭職 說什麼 說來真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 比較難搞 我相信 時代會淘汰一些不適合的人 和事 你真的要有個說法 你怎麼總結經驗 你頭痛衣腳 腳痛衣頭可以嗎 那樣是斷了症 頭爆血管 你弄香港腳藥茶 一定是生鮮 腳生鮮 你弄那些 鋼藥藥 一定是萎縮 腳 所以沒有搞 你覺得是雲鹿醫生 一定是 所以我 我就認為 講什麼泛民 其實大家真的要拿個心出來 如果你 講泛民 而對於 泛民的終極 就是一個共同的終極目標 或者核心價值 怎樣達到普選 都說不定 或者什麼叫普選 都搞不定 怎麼搞 不過這件事我不要擔心 我想現在基本上議會 只不過是作為 放大政府 施政失誤的一個部分 反而就是 民間社會本身 如何透過不斷的動員 宣傳網絡 或甚至各方面 去到進一步令到 可以這樣說 處處都是公民 大家要萬物留意 如果有任何關於 全民退保的動員 那些人請來 否則老實說 講一下 就被人說了去 連提也不提 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在立法會 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平台 包括擲招 包括擲雞蛋 令到政府衰上 亦都希望跟民間社會聯合 壯大民間社會 是為全民退保 都向前行 好了 因為節目時間已經超時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